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评论鞋的话题去聊 就是在这个阵容的搭进上 北岛是怎么去看的 就是说一种是去对这种切C的强度 就像武汉ESA Pro所构建的阵容 另外一种的话像福尔第二季 它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前排可以去看视野 我觉得还是更对于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的阵容会更好一点 比如说有一个前排两到三个盒 然后再去搭一个软斧 就是这样的搭配我觉得是最好的 上一把武汉ESA Pro 他们阵容的历史就非常的明显 就是大家都在等 其实每一步都在等活5的一个一闪开团 但是它的闪现两分钟 你不可能每一步都在等它 如果加上对面右 一个安奈特导致他们进场开团的时机非常难受 最直观的感受下的话你会发现 即便是ESA Pro之后拿到优势之后 他们去那个视野他站不牢 依靠就是自己连探草 对 一旦对面突过来的情况 他们每个英雄都是身偏嘴 一旦吃到了技能退了 那第一时间的话你到这个掉状态 或者说减员的情况下 这波团就不了了 所以说还是更多的 许一个前排的稳定性 印象给我最深的就是套博的那一场 我觉得两把弹野 是再去搭配一个战边 也就是说再去让软斧 去保持一下的一个大和 我觉得那样的阵容 其实是最完整的 因为这个版本的肉刀其实还是比较强势当时在联赛 比较夏季赛当中 夏侯敦打野比较流行 凯达也比较流行 那个版本的肉刀的效果 他们会帮助这些坦克型的英雄刷也会比较快 而且有足够的经济去支撑他的坦度 因为你玩到坦野的话 其实坦野和战边的经济都不会太低 如果玩到坦边加野和的话 就会坦边可能是野和一半都不到 其实我觉得不是说依斯塔这套阵容不行 而是说他的阵容容错率会低了一点 他对于每个人的要求就是 你不能够出现任何的失误 一波对于对面找到机会 你就面临着剪圆 然后一剪圆就会出现一系列连环 就上一波的转折点就是在十分钟前 莫拉去就边路 直接被开到了之后 打野掉点 直接选择一波暗影暴军 几时就立马被复战加地掌控了 是的 现在这个局面对于依斯塔来讲并不友好 因为他们前面的第一场比赛当中 是1比1只拿到了一个几分 现在又是0比1落后佛神DRG 如果他们0比2的话 那他们将失去一场的几分 这个是比较伤的 就形势比较严峻 我们看一下第二局 武汉Ista Pro 先搬掉了卡芬尼 这是刚才用过的吗 是的 不知道这一把史莱姆斯会不会放出来 那其实就要看佛神DRG的人 这里会不会去放了 还是刀锋宝贝搬掉 搬掉了皮皮 皮皮今天在南京黑肉酒精那场比赛当中 酒库所使用的 他其实是当一个比较强的开团手 就是他二技能把队友吞掉 然后大招去找对面的人 而且他的闪现是可以改变大招的方向的 对 包括他紧急时刻 确实他救到了的关系 就是我记得在上路二塔那一波 吞掉了一个残血的队友 然后保了下来 对比较极限吧 那这样两个辅助都上班了 压压也没了 射手的话都在 除了这个卡芬妮上班 史莱姆斯 如果你伊斯大把史莱姆斯抢了的情况下 那弗仁第2技就要考虑别的射手了 因为他提力钢用过 卡芬妮上班了 那就只能用到我们正式服的一些英雄了 当然弗仁第2技在昨天的那场BO7当中 他们确实是用的蛮多的 像莱西奥也有用嘛 包括孙上香 但是我个人是不建议孙上香 在我们的版本当中使用的 他的1技能没有存枪 相当于你如果用1技能打伤害 你就没有办法去用1技能去做位移了 是的 就会显得略微笨重一些 比较好切 比之前的版本更容易开了 那弗仁第2技这里选择的是双刺客 中路的莉莉安安加上一个摇摆位的蓝银王 就是可野可辅 你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走哪 祖卡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祖卡这个英雄的 他的多弹物语 然后是他走在打野的话是一个野核 他可以多刷拳 然后到中期大概两年套左右的时候 进场一步爆发直接能把对面打成一个大惨的状态 祖卡加赞尼尔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切入型组合吧 是的 包括这个赞尼尔 他就是刘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他也可以用来康特一下蓝银王 这也是就是武汉依萨尔PRO第一天打W7对战到北京富博的时候 那一套祖卡加赞尼尔打出的效果也非常不错 是的 祖卡加赞尼尔打出的效果也非常不错 祖卡加赞尼尔第三手艾里 但之前依萨尔是用赞尼尔打对抗路 看他这局他也是一个摇摆位嘛 可以看一看 你是可以走到有阻位的 他如果对线是艾里的话 好像没什么优势 而且因为坦克打艾里的话 比较笨重容易被艾里的二技能和一技能拉扯 富博加赞尼尔第三班给到了夏洛特 我们武汉依萨尔PRO这边就是要扳掉对方的一个灵活的一些射手 就让自己祖卡和赞尼尔经常会比较舒服一点 对的 这里一星一个团控也被扳掉了 一星的话没了的话 其实王朝军也可以去反制一下蓝银王 可以照一下视野 选这种蓝银王也是更多的去针对一下对面的史莱姆斯 让史莱姆斯在打团的时候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输出环境 对的 张飞 这样的话蓝银王就是走到打野位了 对 他选张飞辅助 那蓝银王摇到打野位置 还留了一个射手 看完对面所有的阵容 因为伊萨这里针对搬掉了 由李源芳加敌人杰 我感觉后面好用的可能就是鱼姬刷也不错 要么就是公孙黎 你要说有位移的就是苏让香加上公孙黎 鱼姬的话是没有位移 但是有一个二技能的物理免疫 可以防一下祖卡 王朝军加朗博 那这一套武汉E3PO的阵容还是开拓能力是比较强的 前排也多了呀 是完全不一样了 这把两个前排 他也是一个大招打团控的效果 但是他更多的是需要和Dill去打一波配合 但是不缺前置控制啊 是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去补洛莉昂那个原因 这样洛莉昂的控制会更容易接上吗 阿姬的伤害能够打得更满 那么看到佛然地阿姬这里的射手选择 最终想要去选公司里 因为有位移嘛 会比较好生活一些 面对到对面这种组卡长些的话 而且也是孟南的一个绝活英雄 比较自信 对 这把还有张飞保他 那这把对线的话 其实史莱姆斯会非常难受 前期是肯定要被公司里和张飞去压线的 对 张飞提供护盾上去 让公司里给你换血 你怎么办呢 这把史莱姆斯可是没有牙牙的 这把前期武汉E3PO一定得稳住 特别是祖卡还是赞尼亚 都是比较吃发育的 狂暴洛莉昂吗 要打输出了 我们前面见到的洛莉昂 基本上都是带闪的 带闪的 就是更多的有一个位移 去开打或者说逃跑 这个狂暴洛莉昂 让我就想到了一个法塔 两个字 但这把我感觉有可能是 有余有赞尼亚的缘故 他觉得就是 就算你蓝灵王在河道 抓到我了我也不怕 我第一时间开狂暴以后 利用自己的E3去反打 但其实洛莉昂在我们的 这个了解过程当中 他并不是一个打爆发 特别高的中单法师 反而是一个打持续消耗 以及控制为主的中单法师 就是之前在看到 他的一场比赛的出装 是抵抗鞋面具 加上一个日暮滞流 就是打那种持续性出出的 不是像打爆发那一套的 甚至清荣今天的对手清风 他在昨天比赛当中 玩到洛莉昂的时候 出的是一个偏肉装的 还出了一些物抗装 出了一个守望者之铠 对 所以他这个狂暴洛莉昂 到底是怎么个打法 会不会类似于我们那种 上完碗 那种打法去卖自己 打团能打很多套的技能 期待下他的一个发挥 这把阿改的张飞带的 也是一个治疗 增加下打团的一个容错率 知道对面爆发和开团比较多 马上进入到双方对阵的第二局 目前佛山第二季1比0领先 对于ESTA来讲不能再输 如果再输的话 他们的积分形势将不容乐观 而对佛山第二季来讲 肯定想2比0直接拿到三分 我们进入对阵 我是解说 潇洒 我是北岛 看一下开局的布局 足夸站了右草 灯泡亮了 朗博这边学的是一技能 直接击退了一个 然后再击飞了李莉安 这个朗博跟我们牛魔不一样点 也在于他的一二技能了 是的 朗博的一技能 刚刚大家看到了是一个击退 然后在击退的途中 如果碰到单位 会造成击飞 两段空 这洛里昂的消耗 也是把张飞打成了一个三分之一血 洛里昂一级比较吃队友去抢这个线 朗博直接转到发育路 一技能没中 但是公司里并没有说上来和史莱姆斯对拼 反倒是史莱姆斯拿到了一些线权 对 我感觉应该是公司里想抢草的时候 可能被史莱姆斯发现了 或者说一技能丢了一个 公司里在对抗到史莱姆斯的时候 要小心 一技应该是一个优势 他二技能要去规避掉史莱姆斯的一技能 是的 挡掉他 这个很考验反应 狂暴 但是这波狂暴 其实感觉有一点浪费 就打了个二技能 加两下普攻 还可以 好在后面是史莱姆斯吃到了公司里的两下普攻 我们看到蓬蓬搜使用的蓝灵王他出式的肉刀啊 毕竟肉刀强势 但这边公司里是被史莱姆斯的一技能和朗博的一技能打了一套连环控制 这的话要被卡线 蓝灵王隐身 其实清荣的这个想法 狂暴洛梁加上任性鞋 他的这个任性会非常高开狂暴的时候 他也不怕对面先手控他 控他的话他直接原地一个大招 有机会把对面也留住 是的也是得看一下他的第一件出装 他要想有伤害那还是痛不面具 这英雄持续伤害多吗 赞尼亚船大 但是被莉莉亚控到了 不好留了 那逼出了赞尼亚的大招 他的竹窗也非常细节啊 出了两个治疗宝珠 增强线上的一个回复能力 这波斯林有点危险啊 二技能叫完没位移了 这艾里大招进去被赞尼亚闪现躲掉了 之后还是被蓝领王跟上控制 两人 击杀掉了赞尼亚 就清荣这波来的已经非常及时了 但是毕竟对方是三个人嘛 这波队亚这有预谋 刚才 第一波骗闪 对他支援过来之后回线的过程当中 就被莉莉安追着打状态 蓝领王二一打一套 这边下路也是完成了一波单挑 但请记攻速你好像拿史莱姆斯没有太好的一个办法 好像打不过 对 在史莱姆斯开大的时候 攻速力虽然开狂暴了 但只要你在开二开狂暴的时候 史莱姆斯用二技能拉开不跟你打 这个时候攻速力就是一个劣势了 是的 还有二十多秒的一个时间第一条暴君就要刷新了 这条暴君对于两边来讲都是想要去争夺的 来看一下刚才那波上路约塔的回放 第一波是骗闪 然后蓝领王给了个二一控制 莉莉安接了一套 然后艾莉收割 莉莉安是人形态下给了一波伤害 同时自己在扛塔 看一下白兽的艾莉第一件直接选择裸纯金苍穹 因为她是不需要去做一个太多的误穿的装备的 因为她只要有强化普攻就是真实伤害 是的 这个英雄是靠打强化普攻的真实伤害为主 其他的技能都是辅助她去打这样的伤害 朗博二一打一套 他自己也被耗得很自然啊 有点得不偿失 就前期武汉S2ProB战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反倒是我觉得福山第二季得提一下速 毕竟是一个共随离家蓝领王的一个前中期阵容 对 如果说拖到后期一个史莱姆斯 加上朗博的一个赞尼尔的开团 其实打团就没那么好打了 会被拼命找机会 对 虽然说他们有蓝领王 但蓝领王也有可能会被 这个史莱姆斯的一技能抽奖抽中啊 而且正是因为这手赞尼尔不怕你蓝领王走合到去切我家的一个后排 第一条暴君 就被蓝领王收下 嗯 大招军一下 埃里开大反打开了纯金仓球 还是很肉的呀 但是还练阵的话就有点不理智了 差一点点 极限交闪走掉了 是赞尼尔的第二个二技能好了 但是莉莉安这里想要蹲 但是赞尼尔有大招直接配合祖卡反打 月塔强杀 莉莲倒了 最终祖卡拿到人头 蓝领王一套 是被赞尼尔闪现给躲了 但是这里洛莉昂的大招也没有中啊 蓬蓬还想打第二波 留人 就留没有位移的洛莉昂了 这就是他带狂暴的一个弊端 想去接队友的时候 虽然说蓝领王第一套技能没中 但是他从那个一塔旁边的口子绕了过来 是的 他第一件还是选择了痛苦面具 这是他的一个核心装备了 来看一下刚才这波团的回放 第一波 其实祖卡伤害爆发伤害已经很高了 但是艾里靠着自己的回复吸上来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但是他多瘫了那么一刀 就是被赞尼尔的二技能又打了一套 是的 然后就是莉莉安想秒 但是你忽视了赞尼尔的大招 给了一个假象 给一个盾同时下来再回复一口 想压中塔 有一个半血的爆撤能压掉 要掉了呀感觉 差一点点 因为公司林是交一技能上来点的 他不能够等一技能消失 就俯山加二技现在打算一定得小心这个祖卡和赞尼尔的一个进场 公司林一定不能被开到 刚才就是想要利用史莱姆斯的一技能去先手命中公司林 再接朗博的二技能加一技能 就是一个连环控制的效果 可惜的是被孟兰的反应给躲掉了 用二技能规避了 而且是极限距离 对 都到脸上了 蓝脸王给蓝区视野 这样的话两边是完成了一个半区的节奏 这不中塔有点危险 不太好守 诶 左卡上了 但是埃里也直接开出了自己的大招 真正的目的 抵押击这边是想推对方的上二塔 四波看一下左卡要不要先手啊 直接二大进场 控制公司林残了 公司林的伞 没有人去蹲 赞尼尔传下来了 但是左卡先倒了 赞尼尔也扛不住将军自己闪现 张飞好大 但是朗博跟上了技能 还是把公司林给带走了 同时这里洛里昂在找机会 史兰布斯进场 但是他留着能力也很弱的 先是孟兰这边一技能 上去输出顿的时候 被组卡这边开到了 好在张飞给了一个大招和治疗 直接拉开了 打了一波拆火 在后续朗博的一个大闪 是收掉了公司林 是的 两边其实这一波的打团 已经技能都交得非常好了 蓝脸王去蹲洛里昂 洛里昂残血啊 没倒 因为他这边出了一个进化水晶 弹度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另外两个人在进红区 要被艾莉追了 这里艾莉过来之后 赞尼尔过来保护 祖卡来了 虽然这一波一针倒了 但是祖卡完成了一波小的收割 还想继续去追 蓝脸王也有点难跑啊 被赞尼尔一个二技能 直接收掉了 洛莱一个大招 击飞掉了 张飞 但张飞大招好了 想反打 一量进场 找人 赞尼尔传大 张飞吼到两个 但是这一波都有位移的 可以跑 都很灵活 而且我们发现的是 赞尼尔他其实人的大招 虽然被打断了 但是他那个治疗的效果 还是出来了 而且他的一个第二个二技能 总是能够在打团的时候 出其不意的跳进来 去给到对方一些威胁 他的二技能会比较稳定 不会被打断 有霸体 两枚现在射手的装备是完全持平的 先看这波 这两个人去反红buff 反到一半被打了 艾里是一个二闪 我这边 赞尼尔给了个二技能 伤害直接拉满了 祖卡也进场 主要是张飞第一时间没大 第二季这波团战开的 人也不起 莉莉安这个时候才来 张飞如果第一时间有大的话 攻速率输出会打得非常满 对 他是后面打着打着才有的 哎 镜头一回来 蓬蓬的蓝绫王倒了 是在暴君处 应该是被开到了 这边想走走不掉了 他是想抢暴君吗 应该是武汉伊萨布 这边五个人抱得很紧 之后直接把蓝绫王的射业 给找出来了 这就有点难受了 不过好在现在是还没到达 十分钟的一个节点 是他是能来得及的 对夏儿塔 这波线放完可以回去 去站一下暗影暴君坑的视野 但感觉现在 DRG这里特别怕祖卡进场 他的伤害好爆炸 主要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 只能依靠于张飞的一个大刀的反手 去拆下对方的一个后排 张飞第一时间不一定来得及 因为祖卡他二大进场 主要还是看公司里的位移 能不能把他躲掉了 对 如果你躲不掉 你自身已经残了 这时候张飞在好大 那其他人补上伤害 这公司里就难保 不过这波公司里 是把朗博给点残了 是一个好消息 看能不能取得这个龙的先手 但我感觉这波一撒 应该是不想放的 这波如果放的话 是有点亏的 但阿改这里的张飞 是有大招的 往前站视野 一半的血量 要拼消耗了 张飞吼 没吼到 对 洛梁原地开大 保住 直接把艾莉给击飞了 但是这里伊斯塔 两人吃伤害太多了 然后做卡进场 打的是艾莉艾莉 很残呀 但是那边的龙一直在 被蓝灵王和公孙黎输出 这样DRG算是 微微救赵 他们这边 红区给你压力 然后另外一边直接开龙 拿掉了暗影暴君 我感觉刚刚伊斯塔 其实在张飞大招放完之后 可以打得更加凶一点 这边毕竟三点手上 还是有大招的嘛 嗯 我们看一下蓝灵王是怎么被发现 他确实是想抢了 想抢了个暴君 但是刚刚那条暗影暴君 是被佛山DRG给空下来了 是的 刚才那个张飞大招 就是用来劝退伊斯塔 对 刚刚也看到了洛里昂 他的大招 一个击飞浮空的效果 用来打保护还不错 盲突 莎尔塔有一个炮车 好 现在我怀疑萨Pro这边 应该是要脱掉 对方的暗影暴君的buff了 经济完全持平啊 这里公司里也藏伞 想偷一套输出 拿到了朗博 这标中了 竹日开起来 追着点 看一下 A到了 哇有竹日 这波在哪儿 再保一下史莱姆斯继续追击 把莉莉安也带走了 这波一针史莱姆斯的一技能太关键了 是标到了对方的公孙里 直接二技能大招开启输出 公孙里还是位移上来的情况下 那么一瞬间被标中了 然后还没接上朗博的打 如果接上那就是顺秒 而且刚刚的节点是正好一针的史莱姆斯 做到了逐日之功这件装备 如果他没有逐日那个射程是追不上的 是不够的 而且来的对于伊斯塔来讲都是刚刚好 但对于弗兰迪阿基来讲是非常伤的 这波中路高地有想法啊 张飞也是没大招的 艾里大招进场 但自己有点扛不住要后撤了 已经被点残了 过来也先倒了 祖卡继续往前追 张飞没有大招 直接被洛梁大招击飞之后被击杀 而蓝领王在绕后的过程当中还没有来 蓝水找祖卡了 正面的兵线已经被弗兰迪阿基给清了 我们看一下蓝领王和祖卡单挑 但是这里再念尔又有大招传过来之后 要完成反杀了蓝领王倒了 上路二台也要不掉 现在武汉Estar Pro可以打持续掉点啊 上路是有两条龙兵 佛兰第二季有点拦不住Estar的推进节奏了 力量直接被点残 根本顶不住 上路还有爱影之境的 没有一个前排在前面 第二季的双核怎么输出 这里也激活直接秒掉了公孙黎 把龙兵运进来 力量没有办法防守 直接点掉水晶 让我们恭喜武汉Estar Pro 一比一 两场一比一 对于武汉Estar Pro来讲 他们今天的两场比赛 分别拿到了一分 合起来就是两分 但是我感觉就是 不能每一把都等到第二把状态才起得那么快 对他们第一把上来 他们其实阵容方面拿的也是偏切的 而第二把我们看到了都是有前排的 就阵容扎实的程度就不一样了 今天也是给他们提了个醒 说明他们在下一把BO2当中 可以第一把就拿容促力比较高的一些阵容去做应对 是的 就按照他们之前的那种打法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评论席的分析 Estar Pro 我认为这是短时间内的一个思考 我觉得这把他使用到的一些英雄体系 我是觉得是容错率真的比较高 对 你可以看到那一波在红区 你虽然被打出来了 你只要敢追出来一点点 我的容错率就是很高 我能撑到我的队友过来 对就是双合体系容错率比较高 而且在逆风当中经济是分得过来的 对吧 你四合一旦经济取逆风 你的经济完全分不过来的 你钱给谁呢都要钱对吧 没钱都玩不了 但这把的话一个组卡一个史莱姆斯 这两个人吃钱就够了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这把就算逆风陷到军事的时候 我组卡的战斗力也非常高 因为他有钱 对 而且是什么呢 就是武汉Estar Pro在巅峰对决使用到的 赞尼尔边对抗路 在这局当中使用出来 其实效果是非常的不错的 对 他在整个反打提供给团队的一个增益帮助 是非常的明显的 没错 是的 而且我们一直强调 史莱姆斯一技能非常关键 对不对 非常关键的中路 一个标枪插到了这个功测力身上 然后直接跳过去 因为他一技能命中之后 他有个0到80的就是一速加成 一速加成 看他多远命中 最远命中有80%的一速 直接就冲过去 A你然后跳过去补一下伤害 尤其是这种 就是史莱姆斯也好 还是提里也好 还是卡芬妮也好 就是他们最关键的是什么 主日出来之后的那一波 是非常关键 你可以看到刚刚那个 史莱姆斯出了一个主日之后 追的点的时候 杀还是有多爆炸 就是当这个整体的 这个团战的思路 就如果说把就是 阵容的这个 向性给打出来的话 就这刚刚那局 就是E-Star最好的一个体现了 那当然对DRG来说呢 嗯 这把我觉得也算小小的 印证了一件事情 就是仍然是想说莉莉安 这个点 莉莉安这个点 他确实在大招 往前位移的那一下 伤害特别高 有点类似于裴京虎 人变虎形态的那一下铺 但是就他给大家提供的 这个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 持续有效 因为我觉得这把清荣 使用到的这个洛里扬 给大家的感觉是很好的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工具人打法 像我觉得在我这里 他的定位相当于一个法坦 就是可能提起先出个面具 然后出个实质预言冰障 然后后面再补一些功能装备 然后本身自身带个狂暴 然后利用自己的技能 它很灵活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它有一波 我就在上路的时候 左右左右来回效动 其实你还可以发现一个点 其实佛三第二季这一把也是一个四合阵容 对 这就其实侧面的印证了 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这段时间的训练里面 都是以这样的一个阵容偏多 所以大家一直就是想尝试 我就是要拿这样的阵容取胜 没错 就是可能大家练四合在训练的当中 成绩比较好 对 但是比赛上告诉我们可能双合更加的稳妥 就是你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你四合的话确实厉害 但是你不容许有失误 你一旦有失误的话 你被撕了一个口子之后 你的经济会分配不过来 对 而且其实在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当中吧 就大家慢慢慢慢还是以自己的主轴为主 就是可能有些英雄 他确实在训练赛当中表现很强 或者T级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一旦说你在比赛当中 可以很好地打出自己的效果 就非常的不错 本局MVP给到了一针史莱姆斯 他那一个一技能 就是改变了局势的一个一技能 终结吧 可以说终结技 终结技怎么样 对不对 那个一技能命中到公司那里 直接一波反扶打了出去 其实大家说就是可能看这些陌生的英雄 你很难去很好的去理解他的技能机制 但刚刚那个画面就特别像后翼 对 翻盘关键的那一剑 对 其实也没有那么那么复杂 就很简单的那一下 就高机动性配上他的一技能 比较远程的一个控制和伤害 就打到了不错的效果 就是这一波 真的很关键这一波 说来也巧 真的是巧 说来也巧 就你张飞站好了视野 那我公孙琳下来看看有没有人过来前面 我也留了一个伞 对 你看足夸的战斗力也非常高 哎呦 感觉站起来了啊 好 当当啊 我们也是有请我们的轻荣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 大家好 我是关于斯大波轻荣 其实这是一个很全新的一个很新颖的模式 不要把这段当成赛后采访 我们就是简单的聊聊天 好的好的 哎 刚刚那把其实洛林扬很有想法 是带一首狂暴 为什么会这么使用 因为平常练习的时候是带狂暴的 啊 就我也想问就是 现在这个英雄 就洛林扬这英雄 在你心目当中会是个怎样的定位 因为呃 这个英雄其实从技能机制上有点类似于像米月 有一点点像 对 因为他有吸血嘛 对 对你来说你是一个怎样的定位 其实段独特可能是在一个开团或者拆火方面 是 就是还要他大招嘛 对 就尽可能打出那种控制的效果给到对方一些压力 是的 那我也想好奇一点了 因为这两天啊 莉莉安这个英雄啊 就是我们一直听说 可能训练赛里面真的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但是到了比赛上面 目前胜率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惨淡 呃 你们内部有这样的评价 或者你心目当中有什么考量吗 我心目中的话 莉莉安确实就上线比较多嘛 然后的话 然后骑士的话就感觉就是确实操作上线很多 但是你感觉没有打出这种很可能足量多的那个操作上线的原因 真正原因是什么 真正原因就是呃 感觉自己 没发挥好吧 拿出来的时候 是 就可能就可能操作的压力太大 就第一时间没有很好的一个发挥好 呃 那我还会再问你一个弗洛伦呢 弗洛伦 弗洛伦 弗洛伦操作上线也很早的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个这个具体的问孙林渭选手 孙林渭选手 那其实我是感觉这样的 就因为最近的可能这三天的比赛打到目前为止 可能最适合的自己才是最伤的 就是呃 你们会对于目前这个版本有什么自己的考量 你觉得现在的武汉Insta Pro 是属于一个怎样风格的一个队伍 我觉得现在的话 大家还处于一个 感觉大家都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一个状态 哦 我觉得因为之前输太多了 对 是这样一个状态 明白 就是也希望你们可以很好的去找 就是找寻到这样的一个 进入状态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其实现在对你们来说 积分压力有一点点小大 因为今天两场标尔打下来的时候 是两分的一个 积分你们内部自己会讨论这部分的问题吗 哦 这个得回去调整了 回去调整了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 积荣好朋友来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 我想问的你就帮我问了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你说 就是想问一下积荣 就是说 因为每一次看到你们在第一局的时候 都会选一个多合的一个阵容 这个是你们平时训练胜率比较高的 还是说英雄自信程度比较高的 首先就是选手的一个英雄熟练度吧 然后其实就是 就是队伍里面整体的一个分布 这样一个去结合然后去算 最大的英雄 我也听说了 就是现在当中 弗洛伦非常强 是乱杀的 目前两天比赛 其实这种画面比较少看到 是 是 你觉得造成这个反差的原因会是什么 对 我也很好奇 从来坐在台上有点紧张 就我们其实真的今天有讨论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不管是莉莉安还是弗洛伦 就这些英雄他的单体强度很强 但是可能一到比赛上面 就你的专注度变高了之后 就是我不会让你那么轻易的进场 会存在这种感觉吗 对 选手的话可能会有点谨慎 是 我会打更多的一些拉扯的一些空间感 其次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知道 可能在最近的这个BO2的这个比赛当中 从BO7到BO2的切换 你觉得就会对你们造成一些BB相的困扰 这个的话其实我不负责 你不负责 对对对 你只是反正就先把自己尝试做到最好 然后不管怎么样准备 对 就是把自己做好 然后尽量去分担队友的压力 是 那你感觉就是会在 你觉得哪种队伍在BO2的这样一个体系当中 会相对来说痴香一点 会存在这样的队伍吗 应该是有的就是 就是比我们更早练的那些队伍 那你觉得更早练会有 会有怎样的一些优势呢 一些对应 正常的理解还有对英雄的了解 会分好 对 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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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一直在听说 他们几年二度侠很早练很猛 心里面这也是 但是我觉得真的比较好奇的就是 因为我在日常当中 我也给你们照导过 虽然你不知道我是谁 我可能是比较坑的那个 因为我是有亲身经历过 我被坦然就是就是孙凌薇选手乱杀 就是弘罗伦一路连到底 但是我在比赛上 我一直期待他的弘罗伦表现 但我发现在他在比赛当中 确实比较难打出来 包括你的那个莉莉安 就是我看你们在日常训练当中 莉莉安是可以进行一个非常C的一个操作 对 但比赛上就一直打不出来 所以说现在慢慢是不是开始 就是一格这种英雄 是不是更加的拿出来多一点 对 因为打前面前期压制嘛 更稳定 就是每天一个理解 我可以这么认为吗 那也不是了 好 说到这每天一个理解 那你们是如何去刷新自己 对于目前这个版本的认知呢 是通过平时训练赛的一些胜率 还是说你对一些英雄的使用心得 还是就是结合吧 都有吧 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比较漫长且煎熬的吧 就也是让我觉得对于清荣来讲 就是可以更好的就是进入到这个状态 帮助整个团队 我就建立更多的这个信心 才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不过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现在BLR的一个整体的体系池 其实不算特别特别多 我觉得可能双合这件事情 或者是这个体系的选择会更好一点 对 像今天也是洛莉扬的首秀 就是今天的首秀 对 今天的首秀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英雄可能TG没有那么高 但你却在比赛场使用出来 我觉得要操作一下吧 对 操作一下我觉得非常不错 在上楼那波来回跑啊 那个英雄就是这个你对洛莉扬的理解 就是还是类似于打团 胎团 对 但是有一个很好奇的一点就是 你觉得这个英雄为什么TG一开始会比较低呢 主要是感觉 就是胎团没那么稳定嘛 对 但是后面发现它比较就是可能作用性比较大一点 对 也可能是我熟练都不招 那我觉得你这个我不认可 好吧 我对你们虐过的 我太清楚你们的实力了 我觉得其实有些英雄就是在那个位置 它能填补一些空缺 然后如果可以给对方拉扯 就是一些很头疼的空间的时候 给队友创造空间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对 不过其实在这几场比较好看下来 真的从整体体系的一个选择的角度来说 真的每个队伍其实都有自己所擅长的一部分东西 我还是那句话 我认为最适合自己的可能是最强且最好的 同样巅峰峡谷王者座 上棋大众领渡雾狂能带飞 全场节奏 全是双联屏配合所定局 极客登陆武器大众官网 解锁辣感新体验 和东鹏特影 将能来报全场 无人能倒 累了困了 和东鹏特影 也是再次感谢我们赛后庆荣 也希望你们可以迅速的 招好更好的状态 帮助自己建立强大的信心 在后面的BO2当中表现得越来越好 感谢庆荣 好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杰若喜